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直播 李宗盛 好 那你現在會關心的是 當然立法院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重頭戲為什麼 上個禮拜你可以看到 在立法院宣傳這麼久 十安報告都已經結束了 然後過程當中 那個包括朝野協商 一個協商好不好 白銀戰進了一些版面 到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我們在 禮拜四 29號 就是昭偉的選舉 OK 那昭偉這部分 到底來銀會不會讓一席 然後說讓說不讓 然後各種說法都有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這個禮拜在 包括在花蓮辦了一個共識營 一個共識營 我不知道共識是什麼 但是 所有的媒體報導 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一次 國民黨的共識營裡面 那出現了幾個 國民黨三天二共識營 這裡頭 第一個 到底有沒有說 連誰買單這件事情 不是 你換一個角度來看 這算不算搶佔媒體 OK吧 那反正白銀把媒體 都佔成這個樣子 好不好 那光是誰買單 然後也引起了一些討論 藍尾共識營 有說誰買單 引起紛爭 黨中央有沒有 集富花蓮去救火 然後那個 建州官有一篇報導說 金船被買單 被出席事件 國民黨共識營 暗潮洶湧 那最後 這一個 副婚旗難道拋 招偉藥裡讓白銀 是唱獨角戲嗎 這獨占主席 有沒有藍尾報不滿 這裡頭所有事情 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 到底誰買單 誰買單有什麼重要的 有 這也不少錢 這 四十五萬 四十幾萬嘛 四十五萬 OK 好四五萬 結果呢 那副婚旗就講說 國民黨被抄家滅門 家徒四壁一貧如洗 那他說花蓮 因為是母系社會 許正偉特別有交代 要把錢全部付好 但朱宇仁也說要付 你看 哪有說什麼 是大家搶著付好不好 那就A就好了 朱宇仁說 他帶了一張黑卡來 但黑卡不是他的 黑卡是許宇貞的 本來要找江俊廷來刷 不過額度不夠 反正這四十幾萬 OK 那這一部分 為什麼會有人討論這個 副婚旗講說 辦公事營 誰說要攔尾自費的 你們到底哪一個媒體 現在大家很流行告 好不好 那副婚旗炸鍋 就直接講說 要找律師研究 要告媒體 可恥 連這些事情你們都要做文章 就是要把我們污名化 OK 好 這個爭議 這個爭議完 後面就講說 沒有沒有 本來就是黨中央 要去付這個的 連明年都規劃好了好不好 明年可能在古關 那朱宇仁說 也是黨中央來辦 這件事情 但是接下來 剛剛講的幾件事情 包括韓國瑜出席 韓國瑜出席 自此以後呢 差不多就離開了 那接下來呢 媒體報導 原定共事營第二天上午 韓國瑜要致辭 但副婚旗陣營事前 沒有跟韓辦 討論這個行程 韓辦看到媒體曝光 共事營的行程以後 才得知被出席 緊急排開既有行程 然後韓國瑜說 沒有沒有沒有 十多天前 副說想辦在花蓮 我一定會來 這句話跟這個報導 其實沒有什麼衝突啦 你十多天前就是要辦 我說我會來 但是你哪一天叫我來 哪一天我要不來 這個大家總要先講好嘛 有沒有出現這一塊 這個是大家討論 但是最大的一部分 就是在這裡 到底有沒有禮讓招偉 那國民黨立委 在共事營的時候 開閉門會投票 結果後來投票結果 因為出席的立委 因為三天嘛 第一天也許到個三十來位 後來四十來位 然後結果後來出席的立委裡面 十個人贊成五個人反對 其他的沒有表態 但是贊成禮讓一席的比較多 朱立倫就說了 OK 黨團決議只是表達在合作方向 招偉也不排除 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以後 媒體稍微報導 藍營基層炸鍋 那社會有人直接講 誰啊那是稀罕 那資深的藍尾就說 這要看民眾黨的誠意 都還沒談 怎麼可能就直接禮讓 把國民黨當稀罕的嗎 賴斯堡哥講說 個人認為應該合作 自己收到訊息制 要規劃禮讓 財政招偉 但是包括徐曉筠他們就講說 為什麼不支持自己的人 可是民眾黨的態度 柯文說 什麼合作 黃沙安說 保持最大的善意 有什麼事 大家可以直接聯絡 傳話或放話 沒有什麼樣的必要 所有這些 現在看起來 任俊一個共識營 哪有這麼多事 其實真的 你不禮讓招偉這件事 才是大家講的 國民黨為什麼要禮讓 一起招偉 我覺得這一次的共識 其實是有 共識營是有共識的 就是吃飯很重要 所以媒體還曝光了 就是共識營的菜色 八菜一湯一水果 還說如果在台北的話 將近要兩萬塊 那為什麼拿這個當開場 因為這個是最沒有爭議的 吃飯很重要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國民黨真的需要辦共識 因為你剛剛提的這些點 包含到連誰付錢 沒有共識 國民黨最近喜歡AA制 你記不記得 那是跟康文總之外 也要AA制 現在也要講AA制 不過傅恩奇 那個AA制的講法 是說是我們要 徐正衛特別交代 要把錢付 但既然朱立倫也要付 那就AA制 看起來就是朱立倫跟傅昆奇 各付一半 各付一半 不是叫立委付 為什麼那個 我們主委會主委 有黑卡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家裡開工廠很有錢 所以沒事就可以找主發會來買單 不是 可能電一下 還是我覺得還是黨 還是黨團 黨團還是中央 因為零時幾十萬買單 一定要黑卡 普通卡沒辦法 那是黨團還是中央買單 中央 每次都中央 中央 我只是強調說 徐正他們家開工廠很有錢 才有黑卡 黑卡之謎要解開 小平剛剛那一段話 就突然出現兩個字 我耳朵就豎起來 零時要這麼多錢 你公司已經都搞幾天了 你突然臨時才知道要付錢 早該預備好 對嘛 這就很奇怪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這確實是 一定是黨中央買單 那突然去買這個 那麼多錢嘛 這都是 就交給徐宇貞了 就這樣 牛長 但仁俊剛講 一般如果你辦在人家 辦個三天 照理來說 包括所有的餐 所有的那什麼 應該大概都已經跟餐廳講好 要不然是我們怎麼付 我們什麼 應該都會是這個樣吧 還有就是誰訂的 基本上飯店就少誰嘛 誰會講說這個 我跟你講 我先給你預備幾個位置 等一下誰來 你就當場跟他收錢 也不會這樣幹吧 爆料很好笑 他說原本是叫那個 副秘書長先帶電 江俊庭啊 對 這樣帶電 結果發現額度不夠 然後呢 那個林濤他今天上節目 他說其實他在刷的當下 我也在旁邊 我說那你怎麼不刷 他說我們發現 我們要五個人才能湊出哪一個 真的喔 因為他們就四十幾萬 他們一個人只有十萬 所以他們要找五個人 平常都是大頭腹啦 當然就幾萬塊 因為大頭是一直跟 林濤也很少跟他啦 新聞上 那徐宇貞有跟 可是絕對沒有大頭 是每一場跟 林濤今天一直在強調 那個黑卡很重 對 鈦金屬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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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刷的很痛苦 很用力還刷 對 我們沒有拿過黑卡 我覺得我來講 這共事營第一個 這共事營要辦幾天 或者要不要怎麼待 其實一開始就沒有共事嘛 所以後來比如說 像賴士寶 我跟你講就沒去了嘛 那當然這個有些委員 這禮拜六 因為他是六日一嘛 禮拜六有人是晚上才去 有人早一點去 因為本來就西家帶卷 其實那時候 禮拜五的時候我就問了這個 我們常來上節目的這個 某委員這樣子 我就問他說 你去不去 他說 我就禮拜六晚上再去 下午還可以這個 跑跑行程上上通告 這樣子 那可是問題就回來了 你看這次的報導 你說葉師傅嘛 結果他到底有沒有去 他到底有沒有去 沒有 他有去 他有去 他晚去跑回 跑跑行程上上通告 以後晚上再去 那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你看這個報導 其實寫得很細 包括說黨部先去什麼 什麼什麼訂了車子 委員很開心 有人西家帶卷 當作什麼什麼 那當時的大家的共識 叫說應該有人買單 他們認為說這個東西 應該是傅崑奇要買單 我現在講的是媒體上面的報導 為什麼 因為要講說這個傅崑奇有聯絡 而且甚至還講到說 在共識營之前 傅崑奇有找了委員 一個一個去聊聊天 所以這個感覺上就 你看那個報導講 那我說實話 我們在座哪一個人 會不會找去聊天 這一定是有參與的人 才會說出來 這第一個 那結果沒有想到 到了這個上車的時候 才發現到說 原來那個車子 大家以為是傅崑奇 或誰要出這個錢 後來發現不是 是那個黨團 用黨團的錢去出這個錢 所以你看媒體報導 就寫到說 有委員當時心裡 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用黨團的錢來出 那結果一到飯店去了之後 我先講 因為我 據我所知道是說 那個房間是真的都訂好 而且人數都有先check過 當然 所以就先幫你預留好 就是告訴你說 你的房間是這樣 所以大家疑所當然認為 就是說 就已經都order好了 結果後來才發現到 是沒有人要出錢 那感覺上 好像帶去的人 就要自己出 就是這一定是 藍尾自己放出來了 那後面就開始出現了 包含到什麼黑卡 包含到什麼 甚至連傅崑奇都出來講說 他們都很生氣 說怎麼會有人見縫插針 要搞這個 還要去告媒體 我也講說 那個細節大概就只有 你們自己的人知道 所以我就講 連怎麼付錢的這件事情 到後來都沒有共識 但最後朱立倫 終於展現他霸氣的一面 叫大家盡量吃盡量玩 盡量吃盡量吃盡量吃盡量 那反正後來就出現金額了 45萬 45萬 把他給刷掉了 讓藍尾們心就這樣子放下來了 那我也講說 這個消息出來 我不知道對國民黨立委 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為了一個什麼車票 為了什麼住宿的錢 在那裡自自計較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是沒有共識的 叫做里讓招偉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這件事情 因為對未來的整個國會生態 甚或有人講 如果真的里讓招偉 如果真的是這個樣 藍白之間真的有默契 有人形容說立法院 未來形成叫六二聯盟 五二加二加八 再也變成一個穩定聯盟 但是藍尾有人就直接講說 哪有這麼簡單的 你就算讓給他 人家都還沒有跟你說讓 人家柯文才跟你說 哎呦什麼合作 好像人家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你們就一頭熱的 要貼給人家一起 就算你貼完 黃國昌現在告訴你 他可能選哪些地方 新北 新竹 還有一個地方 桃園 桃園 桃園在誰當家 張森正 哪一黨呢 國民黨 人家的 你就貼一席去 人家就跟你講 我有三個地方要選 我也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 媒體上報導 我說這個比較重要 他可能是未來 國會之間 再也會不會有一個穩定聯盟 或是國民黨 就真的一頭熱 做完了這件事情以後 因為藍營 藍營的基層是不是炸鍋 這個我大概聽到有一些 他可能是未來 國會之間 再也會不會有一個穩定聯盟 或是國民黨 就真的一頭熱 做完了這件事情以後 因為藍營 藍營的基層是不是炸鍋 這個我 大家聽到有一些 藍營會覺得就是說 我到底要跟他結盟什麼 就是我現在我也是大 你說進到委員會裡面 他每一個就是一席 我要跟他結盟 結盟的目的在哪裡 而且你剛剛講說 這個什麼三個地方對不對 黃國昌還補了一個黃珊營 還有台北市 台北市也是講萬安 你看民眾黨在今天 面對到這個所謂的 要禮讓一席的新聞 你看他的講法都很簡單 我們沒有要你讓 你要讓你就讓 黃珊那個說法更直接 我是有善意 我也不太知道 民眾黨的善意是在哪裡 因為你也沒有得選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選 你也不會喪 除非有人禮讓你 但是黃珊營說那個說 有什麼事你可以直接連動 這些傳話或放話 沒什麼必要性 看起來民眾黨 是處於一個被動的態度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能這個小平兄 對於國民黨內部 會比較了解 就是說今天國民黨想要 跟民眾黨保持一個 友善的態度的前提是 你希望未來在2026或2028 民眾黨會因為你們現在給了善意 所以決定 好吧我們就不要像上次一樣 重蹈覆轍 我們就自己PK出來一個人選 不要大家打 還是覺得就是說 反正我國民黨是泱泱大黨 我讓得起 反正我不差那一兩席 那老實講 讓的不是一兩席 讓的是一個委員會的招委 現在又傳出來講 一開始講說是什麼司法法制 但是司法法制 你怎麼想都會很怪 因為三個黨團的這個黨編 都在裡面 那也現在又講說什麼 沒有要讓司法法制 司法不讓 讓財政 讓財政 他知道的是說要規劃讓財政 你沒有把羅明財放在哪裡 也有說有可能理讓黃珊珊 那現在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說這種理讓看起來 民眾黨並沒有覺得說 那感覺上就是你要讓的 又不是我跟你討 不是我要的喔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在坊間 其實像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在討論 就不要再演戲了嘛 是不是當時院長選舉的時候 你們就是務一搭完這一招 然後現在民眾黨 就保持高度說 沒有喔 我當時我也沒有投給你 我是投給自己人選 那不然怎麼國民黨現在死要 就不好意思 我那一席讓給你 讓給你 讓給你 硬要把這一行 而且這個新聞放出來 是更怪你知道 就同樣是我們的好朋友 也有出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投票啊 是有差距大幅度的差距 說贊成的有十票 反對的五票 結果大家發現不對啊 那個出席的四十幾個 十五個啊 剩下二十幾個去哪裡了 沒有投 沒表態 那這個到底大幅度在哪裡 那個立委是誰啊 也是好朋友嘛 投完十五票要去趕通告 就是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這整個的 說實話 原先說要辦共識營的目的是什麼 原先辦共識營是說 我們大家這個凝聚的共識 包含到你要優先法案啊 或幹嘛出來 你跟我講今天的新聞 可能是因為今天還在這個花蓮旅遊 所以還沒有達到一個共識 可是這種東西一出來 就大家覺得說 這都是國民黨內部在放的消息 因為太細了 我只能講那個細節太細了 連什麼哪一班車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今天國民黨這個共識營 說實話 你沒有達成共識 反而讓大家更覺得說 那你國民黨在今天 尤其像趙偉的這件事 像朱立倫又出來講說 我這個也沒有說預設怎麼樣 那也不排除 但是沒有一定要怎樣 那我也說實話 如果按照國民黨黨中央的說法 說黨團是自主 那就黨團自己決定就好了 你朱立倫又在那邊談什麼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方老師先請問一下 看來這個共識營 如果你真的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個閉門會議那個招委 那個會議大概是共識營 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吧 大家來共識 然後到最後大家來一個閉門投票 到底要不要讓這些 然後讓完以後 好 投票結果出來說是這個樣子 然後朱立倫出來跟你講 沒有一定要這個樣子 因為前面的時候 包括林四敏也是三長之一 他就跟你講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讓 他前面就講說不讓了 然後國民黨裡面有一些基層 像什麼最常菜農林家今天 就直接在臉上就講 讓啊讓啊 你們讓黃三塞我們就退黨 大家就直接這樣幹 那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當朱立倫出來講這個東西以後 到底讓還是不讓 這個共識營到底要該怎麼辦 如果真的讓 未來結果會怎麼樣 這個共識營就是沒有共識的嘛 沒有共識的營嘛 光是一個光是誰出錢 就搞得很奇怪嘛 還有說什麼很多立委 到了現場才知道說 我們要自己付住住費 告我們 這個是媒體有報導嘛 對不對 我也不懂這種事情 有什麼好告的 對啊而且 一定是他們有人的心情描述 我覺得這個情形 流出去對誰很沒面子 對傅坤其很沒面子 所以傅坤其很沒面子 所以你才要告嘛 所以難怪他會講這種話 傅坤其花蓮王何許人也 怎麼會讓你們自己付住宿費呢 而且我現在都懷疑 朱立倫去搶付錢 讓這個傅坤其覺得很沒面子 什麼時候輪到你搶的跟我付到 在花蓮 在花蓮 這不是在什麼台南高雄 也是桃園 對不對 而且怎麼可以說說 因為很多立委 認為以傅坤其的大度大量 以傅坤其在花蓮的人脈 金脈 不只他們 不只立委去喔 立委還欺家帶卷 你看那個韓國瑜在講話 為什麼有小孩子哭鬧聲 我覺得很奇怪 是在幼稚園講話嗎 不是 是那些年輕立委 帶著小baby一起在聽 韓爺爺講話 就會有哭聲出來嗎 然後你看就說 好那現在就變成說 為什麼 而且很多立委 還不只帶自己的家人 還連助理都帶了 連辦公室的辦公室 為什麼他覺得 哇太棒了 這去花蓮免費 做普悠碼 還可以住五星級飯店 都是由傅坤其全部買單 所以大家才去嘛 所以到了現場 竟然傳說 要立委自己處理 立委不是處理 自己一個人 那可能要自己 不是 剛聽到這個 一定有人講 哇 我帶這麼多幹嘛的 對啊 怎麼辦啊 給助理一個favor 給他們做個假 結果我要自己出錢 那怎麼辦 該對只能 那如果這樣 只能去住那個什麼 警察 警察自由會 或者從 全人去做什麼 軍人自由會 太貴啦 我去英雄館 我去英雄館 對不對 趕快轉移陣地 否則那個什麼五星級 什麼美輪 什麼遠雄 一個晚上我看七八千塊 所以變成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出來 感覺好像在韓沙攝影 說什麼 說把我們騙來 把我們框來花蓮 就因為我們自己付旅費 就對副官員來講 覺得很丟臉 所以哪會要付這個事情 因為他明明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為什麼要傳這個樣子 為什麼有人傳這個事 對不對 是不是某一位 葉先生 講出來的 不曉得 對不對 你不要害他 我沒有 大家可以去想是誰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出來 讓他覺得 副官員這個花蓮華 完全不符合大家的期待 然後再來朱立倫 又去搶副帳 我跟你講 副官員沒有在在乎 那個什麼一碗四十五萬 三天 他們說 副官員很大方 大概一百萬 他不會在乎那個錢 但是你跟他搶副帳 他就不爽 面子掛不住 位子在花蓮 我是在地 我老婆是 縣長 對不對 我們是母系社會 我第一次知道 花蓮是母系社會 所以我以後 我去花蓮找女生請客 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但是我又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多複雜的事情出來 一個原本很單純的活動 那為什麼會 會辦在花蓮 就是因為副昆期 萬一大家坐車勞盾 跑到花蓮去幹什麼呢 就是副昆期是 我認為是副昆期 一定是告訴大家 來我全部招待 很衰氣的嘛 結果後來有人跟他搶 搶副帳 另外就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是韓國瑜 韓國瑜講了一大堆 結果我先從雲林 坐高鐵到高雄 坐高雄坐飛機到花蓮 然後就從花蓮坐飛機回去 然後回雲林 搞得這麼周車勞盾 結果他在花蓮 只待了15分鐘 我也覺得奇怪 而且晚餐沒吃飯 沒喝酒 以茶代酒 我跟你講韓國瑜 不喝酒就有問題 你這是什麼理論 人家喝了酒一定要講 人家現在不喝酒一定要講 以我們韓國瑜的個性 對不對 到了花蓮 但是小米酒先開嘛 小米酒開了 就熱熱生的 開始高粱嘛 成高嘛 這個復活節請他 取客人出去吃飯 都是喝大杯的 鳥頭牌的公杯 為什麼韓國瑜 滴酒不讚 不是鳥頭牌 鳥嘴杯 鳥頭牌是 鳥頭牌 鳥頭牌 大家比較會懂 所以你看就是 喝公杯的 那表示我們 花蓮原住民的熱情 對不對 花蓮市政府都跟 柯文哲是這樣喝 可是我跟你講 對於會喝酒的人 不跟你喝 那才有問題 你覺得韓國瑜是 對這個安排有意見嗎 我不曉得 因為以韓國瑜講 韓國瑜愛不愛喝酒 他說人生 就是單大樂士 喝酒唱歌打屁 那花蓮我認為那個飯店 一定有卡拉OK 原住民也是能歌善舞的 一定幫你伴舞 玩客人 還唱 那個原住民舞 多熱鬧 為什麼韓國瑜來了就走 而且我剛剛講過 滴酒不讚 這就怪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韓國瑜 跟這個朱立倫 跟富貴 也是三個人 像是三頭馬車 各走各的路 剛才《香川》 那些過程 小潘 你自己看 你一定很了在裡面 到底哪些妹妹 到底會是什麼 內情我還不能講太清楚 真的嗎 你講清楚沒關心嗎 沒有 有很多人直接在講說 富貴 他除了共識 因為他是總召 總是這個會期非常重要 但還有一段 有人在講過程當中 有沒有要佈局未來的 包括黨主席的問題這些 所以其實這一個 看著是 他跟朱立倫在角力嗎 這所有這些 例子 有這麼複雜嗎 那個趙偉 你們到底讓還是不讓 講出來就要讓了嘛 講出來就要讓了 我覺得會讓了 那朱委員是說 沒有啊 趙偉不排隊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對 其實我先講趙偉 再講朱委員的情緒 再講主席 這個讓不讓 其實不要想到2026 那是太遠了 其實我們三個大的法案 像黨產這些 或是中天恢復 這些一定要釋出善意 這個只要過的 這個是我們的神主牌 還有那個軍公教的替代率 那個能過的話 讓這一席是賺到的 可是不是說我讓你就一定會過 因為白有白的立場跟懶不同黨 總是釋出善意嘛 像黨產這些 或是中天恢復 這些一定要釋出善意 這個只要過的 這個是我們的神主牌 還有那個軍公教的替代率 那個能過的話 讓這一席是賺到的 可是不是說我讓你就一定會過 因為白有白的立場跟懶不同黨 總是釋出善意嘛 我覺得 可是釋出善意的時候 亂放話別人 連財政委員會 我們公布的話 就是這個羅明財 突然 因為讓你不能讓財政 司法還好 財政比司法重要 那羅明財的感受 就是釋法沒有人讓釋法這種 為環境那麼大的委員會 再拉回來 其實朱立雲有一點不高興 因為這共識雲都是黨中央負的 都是這樣 古關那些都是 那為什麼就是這樣 對所以有人就中間就放話跟放一些給那個電子報的記者 就弄到好像富跟豬 變豬變很小氣 那富很大方 卻沒有機會付帳 好像在鬥 事實上對國民黨不好這一點 很小的錢45萬 弄成跟事實不符 又傷到國民黨 這是豬有一點不高興的地方 這第二個 第三 選主席 傅崑奇 我對他了解 但不是那麼熟 我有他一些朋友了解一下 還有一些江湖傳言 傅崑奇財力能力使命感都有 一心有鴻湖之治 我們講幾個鴻湖之治 四個選項 你們覺得什麼是鴻湖之治 第一個選主席 第二個選新北市長 第三個選江濟成 當選台中市長之後的副院長的補選 以及花蓮縣長 花蓮縣最不像鴻湖之治 如果這幾個比起來 那叫回老巢 好 我們從鴻湖之治談起 我覺得 我覺得新北跟主席是連動 因為只有選上主席 才可以提名自己新北市長 我新北市是他很大的目標 江湖一直有傳言 對 那新北是不是一定選上主席 比較可能提自己徵召或幹嘛 這兩個是連動的 所以他現在是不是一定選主席 我不敢說絕不排除 好 那朱立 那可是 那個 我來以前就跟大頭通電話 就是那個副民主席長江俊廷 那他總代表朱立倫 我說 我今天要上面對面 你講個方向 那細節我自己會講 我問他 因為這種事情要求證當事人 我說 這個傅文綺 有說那個朱立倫不選主席了嗎 這是天大的事情啊 開玩笑 那江俊廷大頭的說法說 就在傳達上或是電子報有的熱心的誤差 他並不承認說 並不承認說朱立倫是一定要選主席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第二個說 富沒有在搞朱啦 那直接講就等於直接挑戰你了 要開始尬家了 明年五月投票嘛 朱立倫的這個任期做到明年七月 好 那我的看法啦 朱會選了 會選主席 那在某一個幹部的 我們的一個高幹的 他媽媽的這個一個生日宴會 他媽媽我也很熟啦 這是地方的主委 然後 那我也表達說 那朱選的話 我們可以來幫一些忙 那那一位長官就說 謝謝小平 韓國瑜去那個地方 只遲了十五二十分鐘 然後沒有喝酒就走了 以茶帶酒這些 方老師覺得 事處比有陰 他覺得有點怪 是不是心裡有Keymogy 或什麼什麼這些 有嗎 不喝酒是比較奇怪的 比如說韓國瑜 還正常 行程很短 他現在行程很短 就比較不喝 他在那邊住宿 我認為他會喝 他會喝 我不曉得待多久了 可能 也不曉得是因為 有沒有下個行程 走是為了行程 還是說 還是怎麼樣了 可是總之不喝酒 總是比較 他現在喝的也比較少 喝兩杯是會喝的 就少少的這樣喝 只是敬個酒的這種事情 這是禮貌 這是禮貌 是應該是要 那為什麼用茶淨 我應該這樣說 這個負 韓是負的以前 換鐵兄弟 現在沒什麼不好 可是我覺得沒有像以前 好成那樣 我了解的大概只能 解讀到這裡 小平講的欲以還修的樣子 感覺上有很多白轉牽責在那裡 可是如果剛剛講 一開始那個招偉那個問題 先請問一下 小平剛姐也講 他們覺得換招偉 招偉禮讓 後面有好多這麼大一些法案 他們那麼擋產這些 這個東西換過去的話 大賺啊 為什麼要不換這些 但你看柯文哲的態度 就告訴你說什麼合作 然後黃先生跟黃胡昌 講的意思都是 如果大家有善意 可是我們沒有強求 那完全尊重你們 黑龍丁老的事情 要讓就是你們要讓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事實上國民黨願意讓 一席趙偉給白色 其實這個是非常明智的一個做法 那事實上這個就陳福剛 謝律師你講的 他們未來換得的 那不只是黨產 好多條例這一些的修正 不只是這樣 最主要他們可以整合 未來在2026 2028這個選舉 藍白的 可以見面 至少可以見面 的這個趨勢 所以那個其實是一個 大智慧的一個做法 換一個招偉 第一個 小平剛講解決重大法案 黨產這件事 民眾黨黃國昌會點頭 然後國民黨的黨產這件事 然後未來選戰的那些 然後民眾黨跟國民黨之間 黃山的台北 黃國昌的新北 叫他們兩個人 讓出這兩個地方給國民黨 至少可以比民調 現實出的退 還有一個路可以走 並不是說讓一席 他就可以換得這一些 包括說選市長的名額 拿幾個法案的通過 而是換這一席 這第一次 第一個一個釋出一個善意 所以我在想這麼做是對的 可是這剛好就讓他們國民黨 變成說一種攪局 互相攪局牽制的 一個口實就對 第一點國民黨其實整個黨 他是要向社會裝窮 所以扭捏作態 你說這個付錢這件事 對 連辦這樣子一場的會 都搞成這個樣子 這等於在跟社會哭窮 說我們國民黨就是這麼窮 有富康吉說被你們抄家滅除 山窮水盡 但事實上我們全民多數都曉得 國民黨很多藏富於他們私人的這些名號當中 這些事實上 國民黨他們這些高層心知肚明 傅崑錡表面上也是跟韓國瑜有一個距離 但是事實上他們背後是非常的好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 先不講過去他們的私交 韓國瑜他現在以立法院長之尊 他也不能過度的去介入國民黨團的一些運作 所以他事實上在議事的主持著上面 他要有一定的公平性 公正性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他怎麼去介入國民黨立委們之間的運作合作連橫 那麼來凝結國民黨立委對他韓國瑜未來的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他一定需要在立法院裡面 有誰來幫他運作這個 那誰最適合 那當然是傅崑錡最適合 因為他是黨團的總召 加上傅崑錡有那麼多的資源 至於說喝不喝酒 我倒是覺得說過去韓國瑜 他確實是很會喝酒 過去我們在議會的時代 我本身沒跟他喝過 可是我同組的議員 跟他喝他真的是 他這個人是喝酒滿豪邁的 不過也因為這樣 我在想他這幾年收斂了 倒沒有說因為他喝不喝酒 而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他這一場會即便在花蓮 即便出國去 他都一定會去致意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畢竟他是院長 他還要掌控 國民黨黨團的運作 OK 慧珍剛才蓮靜講說 這個招偉這一趴 他覺得根本就是在當初 在選立法院長那個時候 他覺得大家大概 你不要不講說明白講 默契大概也都是這個樣子 現在大家只是在演戲演這一趴 你要給然後另外一邊 我沒有啊 真的喔 真的你要讓我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這一段 而這一段如果這樣看 民主黨應該算大贏家吧 而這個大贏家 但對柯P來講的話 他們只是僅止於瘦瘦方 我沒有在那邊 跟你要要什麼樣的東西 我的高度也都在 但為什麼包括現在 因為人家講說包括民眾黨 這次選完以後 不是包括政黨補助款 也很多 但為什麼在國會裡頭 然後柯文這邊這樣去 然後柯文就跟你講 誰說我繼稱國會 是國會繼稱他耶 對 其實應該這樣講喔 整個事件我們要 完整來看 不能切割來看 完整來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從一開始呢 其實傅崑其實展現出來的是 好像是要禁地主之夷 三天兩夜 過往的共識營 據說都只有一天 因為讓大家可以 回去選區服務 那其實一天的話 整個額度多少 共識營花多少錢 據說都是書記長在處理的 結果這一次 整個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因為從頭到尾 都是這個總召 傅崑一復就說 來來來 歡迎西家彈券 西家彈券 有時候是這樣 你把你們整個褲子帶來 結果你真是把你們整個褲子帶來 你說我是客套話 就是變成這樣 你知道嗎 現在所有事情 聽說是變成這樣 就是說 本來以為要一個人一個房間嘛 結果你一個人 弄了三個房間 然後現在 然後現在就變 太小看 太小看傅崑崎了 對對對 他講話一定是死命必達的 那我跟你講 這就有趣的地方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辦一些活動 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我先刷嘛 那我在跟 那個就是黨中央這邊請款嘛 怎麼可能會發生 就是說什麼 那都不夠 而且連跟誰請款 都不知道的事情 這個太誇張 而且如果是 你說是別的縣市人 去敲就算 欸 拜託 花蓮王 花蓮王 來跟你們這些什麼 幾個飯店 對不對 跟你說 你還敢事先請款嗎 這個有點奇怪 照理說應該就是 都解決掉 之後再來算都沒有問題 怎麼會發生 然後呢他們就說 後來是這一些人 什麼包車子嘛 從自強後 然後下去的途中 才發現 欸 怎麼這個 九萬塊的這個火車錢 好像也還沒有付 要各自付 然後呢 住到那邊的飯 住在那邊飯店 也要自己付 那因為有人 帶了三個房間的人 你知道嗎 就新家貸券 住了三個房間 那心裡想想說 天啊我要付三個房間的錢 那不是一個晚上 就要三萬的 所以就據說 這個當下有人就說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回來好了 我就不要去了 所以呢才會傳出說 後來這個整個爭議 傳出來之後呢 趕快那個 黨主席朱立倫 就拿著黑卡 就時間 可是我在旁邊看 我就不禁覺得 這年頭一幫男人 弄著一個三天兩夜共識 你最後是拿女人的黑卡 再解決 你也國民黨 不是女人 那是我國民黨的心費 但是那個黑卡 畢竟就是 大頭的額度太少 一個頭兩個大 到底頭有多大 母性社會 母性社會 就發現原來不只花蓮 臺北的武器社會 那黑卡畢竟就是 然後呢就整件事情 可是我就跟你說 這個事情是這樣 該付錢的沒付錢 該喝酒的 愛喝酒的沒喝酒 這整個你就會覺得 something happen 好 然後進入到第二趴 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些 共識就要討論啊 結果呢就針對 要不要跟民眾黨合作 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包裹的一種討論 討論之後呢 據說是四十幾席裡面呢 十席同意 五席反對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啦 怎麼會呢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人投票 其他三分之二人幹嘛 三分之二人是不是 哎呀我的東西就掉了 哎呀我的東西就掉了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如果有時候就有感覺 說你不要同意 通常不表態的是 傾向不支持 對 照理說是這樣 但也有另外一個媒體 好像是說說真正說堅強 強烈反對的只有八票 所以他們就說 那事實上十票還比八票多 我跟你講光是這個票 不管怎麼樣加起來 都沒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情況之下 顯見變數很大 但一種 這簡介我剛開始就講 他會影響到的是 未來 國會會不會出現 穩定的在野聯盟 所謂的六二聯盟 他真的會出現這樣 這個六二聯盟 你再往下延燒 小平剛講 善意 前任他不是這樣講 堆積善意嗎 跟兩岸一樣 善意的堆積起來以後 接下來 各 二零二六好談嘛 不見得你一定要讓 但是好談嘛 也許每個地方 小平剛講 大家都可以用PK嘛 或交換 或交換 我們讓小的大的 不要攔弄我們 是不是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首先 國民黨現在就是出了這一招 就是說讓一息招委 這個風生出來 大家聽起來 好像國民黨 世出很大的善意 你知道立法院 一年有兩個會期 總共四年就是八個會期 然後有八個招委 也就是說 國民黨其實手上 又有六十四個招委的quota 他不過就讓出六十四分之一 給民眾黨 所以就讓這一次 就可能 他就是試看看說 這一次給民眾黨 那看民眾黨的態度 那民眾黨也不是省油的燈 就是說民眾黨 如果要展現他的美股氣的話 他當初就拿副院長 我講最難聽的 他當初其實 他支持你國民黨 韓國瑜當院長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要一個副院長 可是他沒有辦法 跟他們的小草交代 人家說你去當國民黨的 小籃幹什麼 所以民眾黨必須 不斷的去跟三百多萬的支持者 強調說我們是個有股氣的黨 所以今天即便國民黨 丟出一個招委 講來念他副院長 他都不要 要吸壓你一個招委 所以他必須要說 他們的位置還重要 就是說你們這種層級的 只是重位置 但我們重的是改革 所以他說 第二個他說 尊重但不強求 如果你們真的要給 那我們OK 尊重 但我們不會強求 就是說 要幾個小禮 不計不求不拒 所以他一直展現出的格調 反而是國民黨裡面 就開始內亂 就是說到底要讓哪一席 你剛剛講 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 預測了大家都大家大概有 台灣上到八個 大概都有些預設的 那你讓出來那個 那一個人怎麼辦 所以這裡面你要去交代 那到底 那假設我是羅民財 財政放出來這個消息 羅民財都爭笑 什麼時候我同意這件事 那到底是誰背後搞我 讓司法 那誰在背後搞我 是復坤 你知道他每一個這個動作 都會讓人家產生 你國民黨的內鬥 相對之下 你民眾 那國防 馬雲軍會不會出來講 對 相反的 從民眾黨的角度 他就是不計不求 然後他保持他的高度 就是 雖然他我相信他們其實也很想要 因為有趙偉的話 他們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展現他們高於國民黨的能耐 因為現在兩黨看起來半斤八糧 從一個收落金的質詢 不是 大家搞得沸沸揚揚 很期待那個 陳建仁院長的專案報告 23號總算上去 結果上去 國民黨三個炮手 小新 徐小新 謝龍介 羅志強 輪流炮 炮老半天 我問各位觀眾 你有在看什麼嗎 你不覺得怎麼樣 陳建仁就是軟軟的 就說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記不住什麼火花 那黃國昌也是事先就說 那個報告寫起來就非常的輕薄 叫你去自行看 你去讀 你去讀 就那種感覺 結果結論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沒有了嘛 大家原本因為這個 受漏金的這件事情 好像認為說 好像藍白兩個大黨應該 兩百兩個在野黨 可以好好的 最沉浸的讓他一視難堪 結果搞到之後也是 雷聲大 雨點小波 所以他們不斷地在摸 就是說這一招可能對民進黨沒效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摸 那這裡面最大的 不要說是最厲害的就是 柯文哲 被稱為民眾黨的第九席立委 收漏金關他什麼事 他也可以出來說 那就是實驗室污染 跟立場跟民進黨一樣 國民黨就不爽 現在是怎麼樣 你現在是幫民進黨講話 柯文哲 所以台中市那種就不爽 那柯文哲最後說 沒有啦我變無辜的第三次 就你知道 他也要在這邊踹一腳 然後就踹一下盧媽 好像意思就是說 因為盧媽是2026的 現在看起來百分之百 就是他偷選人的 2028 然後現在先踹他兩槍 盧媽你也是會有出包的時候 因為這個收漏金 連在過年前大家搞得 全國都很關心 可是現在經過這麼 這樣一連串 包括這些報告看下來 看起來大概就是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一個 實驗室的問題 所以其實大家都準備要搜索 盧媽也想要搜索 可不可以這時候就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 經過這一個 所以有人討論 今天就討論說 那這個六二聯盟 就是52的國民黨加兩席的五黨籍 再加民眾黨這個八 到底會不會在國會 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不會 因為他們是一個既合作又競爭 然後最後再講一件事 你說縣市長 這個確實 黃國昌就厲害了 他就說 不一定是新北 因為人家說要選新北 沒有沒有 新竹也有人找我去選 桃園也有 他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你如果只讓他新北的話 那他的殺傷力跟威脅心就弱 這個他有學到他師父的 那個柯文哲那一種 柯文哲當初也講說 那我這邊也可以提 那邊也提 因為他只要 而且重點是每一個選區 他的特色不同 民眾黨在這個選區提 他可能威脅到是國民黨 他另外一個選區 他可能威脅到民進黨 所以在不同的選區 他們用這樣的畫白 就是叫牌的方式 他可以不斷的保持一種殺傷力 那最後就是你國民黨 你要選的人 你要不要過來低頭 你要不要過來喬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 剛剛世堅哥已經講了 國民黨 國民黨浪出這個招委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釋出某種程度的善意 開始跟民眾 因為他們不能跟民眾 他們雖然想跟民眾 在野陣營之間互相較勁 要真正一個最會監督的 可是在這個2026 這個縣市長選舉上 他還是得國民黨 某些程度上 還是得跟民眾黨 民眾黨低頭或交換 柯文哲這次 一日北高這些 真的跟當初不太一樣 對 有人在討論就是說 這一次一日北高很慘 那個流量是不是真的 一出去就跌倒 然後後來又是交接 因為他其實沒辦法被抓包 被金牌人抓包說 他也不是真的從頭騎到尾 這直接 這直接落出來就半倒 然後中間他也不是 像以前那麼囂張 就是說他要一路騎到底 他說一個人騎得什麼快 一群人騎得遠 重點來 那流量呢 其實有人在討論到流量 我有觀察 他到最後關頭的時候 大概線上的那個KBDP流量 大概6000人 那你說6000這個數字 到底怎麼算 怎麼比呢 康文哲在以前這個一日北高 最夯的時候 線上大概有一萬五千人 同時在看 那是他比較夯的時候 大概曾經台北市場 也有落的時候 大概1000人在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6000 大概就是 因為台北市有一陣子 就比較消沉 那一些經過總統選舉 這一波以後 他其實流量回來 但是也沒有辦法達到 以前那個就是那個帝王時代 所以大概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也沒有說 他流量完全沒有 還是有 特別是他的KBDP這些粉絲 還是信他這一套 那只是說老話一句啦 搞了八年 有沒有點 老狗便不是新把戲嗎 過去不成這樣 現在再繼續騎的時候 其實那個 我覺得沒有一個新意的話 會大家覺得說 就是到此為止 而且你已經不像以前 那麼厲害說可以一直騎到底 中間要休息 然後中間要換人騎 所以我覺得聊勝於武啦 聊勝於武 而且他這一次是有發動員令的 因為他們從在之前選舉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要求他們的小草們 其實就是全程開這個手機直播 所以這一次事實上 他們在出發之前 就已經有號召支持者 要開手機全程直播了 所以剛剛益中講說 這個流量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原先可能在選舉的時候 政治熱潮上來的時候 他的小草願意做這件事 但你現在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一樣發了動員令 但現在看起來在網路上的流量 其實並沒有之前選舉的時候 就來得高 各位人群現在看起來的話 那白鷹為什麼在這次 因為在媒體上面的調查 那白鷹的反感度 為什麼飆到破五成嗎 其實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 所做的這個調查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政治的部分 是針對政黨都有來做 那其中看到政黨 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他的正向評價 其實是高過於負向評價 但是後面包含國民黨跟民眾黨 事實上的負向評價 都比正向評價來得高 其中大家看起來是 以民眾黨來講 為什麼特別強調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 其實在當時崛起的 所以在今年選戰 他是其實打藍又打綠 雖然講說這個藍 他是要合作吧 但你看到對於國民黨來講 只要合作稍微有破局 那負面其實對國民黨批評是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民眾黨其實對國民黨 沒有特別多的善意 為什麼國民黨批評要給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負向評價的部分 他其實達到了50.4% 正向的他的這個 所謂好感度的部分 他的正向評價是32.5% 那我認為這個 對於這個民眾黨來講的壓力 雖然我剛強調 國民黨其實也是負向 帶於正向 但不會覺得太意外 我說不會覺得太意外 就是說這個網路上面討論 本來就有正有負 可是對於柯文哲來講 過去這段時間的新聞熱點 全部都是在民眾黨的身上 而且民眾黨想要塑造的 其實是正面陽光積極進去 而且他們很願意為台灣民眾打拼 但卻在網路上面得到的這個評價來說 你可以看到破五成 而且如果就這整體上面來看 大概只有對經濟現況的那個評價 那個負向的部分 是比這個民眾黨的這個50%還要高 還有對共產黨 但他不會想跟共產黨比 所以我認為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會是一個警訊 我認為警訊意思是說 最少好感度如果有出現 那有可能換為支持度 但是如果是不好感的地方 就是如果負向太高的時候 很有可能我看不到你好的地方 那為什麼負向會這麼高 我覺得大概就是回到了 柯文哲講的就是說 他的黨團說不是關鍵少數 有可能是少數 這個當然你說他們覺得 自己是關鍵少數 甚至他講他是關鍵多數 也是民眾黨人上節目自己講的 可是當外界賦予民眾黨 立願黨團過多的期待 跟更太多的期許的時候 卻發現從2月1號立委報導 到現在為止請告訴我 民眾黨立願的黨團 到底成就了哪一個 是他們訴求的主目標 立法院院長選舉要大家來報告 到最後決定不投票 不投票的理由 也沒有去講人家 到底哪兩個好或不好 理由是你們誰誰誰罵我 所以我就不支持你 那你說包含到柯文哲講說 你看國民黨是不是在亂 在鬧 你那個食安的那個 你數據拿出來 專家會議看 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國民黨開什麼臨時會 民眾黨還要搞一天院會 還要加開院會也要搞一天 就現在看起來這些東西 包含到朝野協商 我認為現在國民黨要釋出的 這個善意啊 老實講我覺得有一點 有點口惠而死不治啊 因為你如果要換取在 這個立法院裡面 即使要換取民眾黨 對你的善意來就 你還卡著一個民進黨嗎 國民黨一定也知道 就是說如果在協商的這一塊 民進黨如果我也跟你 尖閉機耶 你就唱毒腳戲 我就附和一下那個民眾黨 這個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他當時吳宗憲 去送那個院會要臨時 變更議程的時候 後來撤案 國民黨就講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本來國民黨可以送案之後 禮拜二就可以搞實安報告了 不要他們撤 我們支持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也提了一個類似 民眾黨要禮拜三 你如果知道民進黨 就不可能跟你過了 你也故意弄這一招 所以我覺得現在 對於民眾黨自己本身來講 就你要如何去調整這一塊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你剛剛問我說 國民黨有一些支持者 我不敢講說 我聽到代表全部 但是有一些國民黨支持者會覺得說 民眾黨如果在國會要舞台 舞台你自己去搭建 國民黨幹嘛幫人家拍阿風 把舞台弄上去燈光音響 全部幫他架好 然後民進民眾黨在這邊 我沒有要去 你們幹嘛一直要給我們 如果要的話 你們就好好來講 黃山那個意思不是這樣嗎 要你們就來講啊 幹嘛這樣放話 我要禮讓你 還要被你說成是放話 那到底是哪一邊有這個善意 不論藍綠擺 台灣是個講道理的社會 台灣是個富而好理的社會 黃國昌這樣鬧 胡鬧過頭是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負面 當然嘛 當然是這樣 君子物本本利而道聲 尤其他宣布要選新北之後 新北市長找一個政治基統這樣鬧啊 是要除了對 就是基黨這樣 政治基黨啦 就是 今天我 青北市我要建設 住這有其屋 經濟發展 要有政經的樣子嘛 每天這樣胡鬧 可以選 可以這樣鬧啊 小平你不是一直主要是藍白河嗎 藍白河 你這樣把他講成這樣 我現在說 藍白河 你剛剛第一趴的時候 我還在表達善意 不是不是 善意是一件事 今天主題是什麼 是你的反感破50 為什麼 我解答而已嘛 因為選氣質要變化 所有最利的人去選立委 然後也要變化 氣質變成能夠新利的雙北市長 這個氣質變化有多重要啊 我相信世界一定同意我講這一段話 對不對 好再拉回來 當然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 就是 沒有善帶寶寶 原來你講的 是 小平的重點 今天重點是什麼 他是穩當選的 一定兩萬票起跳 你說楊寶真在中性 這個小黨靠什麼 乾淨公益 大家同意嗎 乾淨又不乾淨 黑道一大堆什麼路黨 還是什麼 組織部的那個 還有什麼 紅啊黑啊 一大堆 重點是他不改 他還是要這樣弄 我不曉得為什麼 第二 這東西碰都碰不得 我那個很可怕 第二 一定當選的人 硬把它鬥掉 所以徐千晴 前面媒體放話說 徐千晴要選這邊 現在徐千晴也不敢承認了 有沒有 還沒評估什麼 所以今天 第一個 他該他選他票最多 然後我們國民黨 很想挖角 那第二是什麼 第二是 你這些為什麼不要 便宜的國民黨 至少差一兩席選議長 這個松信你這樣折騰 而且今天倒過來 如果國民黨 假設 但我不能 我不是世主 我不能講這個話 我只是可以聊一下電視上 如果他就留在松信選 國民黨提名 你看白怎麼選 你看徐千晴得幾票 這就是 符合公益 穩喪的 應該是呵護他 跟呵護大家歸秀一樣 把他保護好 而不是摧殘他 打擊他 今天你那麼小的黨 你還沒有公益 這是會萎縮的 反感是會高的 你是繼范老師以後 另外一位 上次我問范老師 是A問題 他直接 又講到寶寶 他直接講到寶寶去 你是我連問都沒有問 老師 你就開始幫寶寶打抱不平 范老師 我跟你說 不管藍綠 大家同聲譴責民眾黨 因為了寶寶 剛才講那個 國民黨的華聯會議 講的吞吞吐吐吐的 他講到這一段 對上次講到寶寶也是這樣子 主要 我為什麼在你節目這樣講 我為什麼在你節目這樣講 上次上個友台的節目 講到寶寶議題 范老師先講 范老師是博士很有學問 可是 我就看到 聽到了韓國瑜的話 我就看著范老師的眼睛 那個疼惜之氣 哇 你過了 不要比啦 好不好都一樣 對 可是剛才小萍講到 包括科B 包括民眾黨最有反感 世界你同意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嗎 是玩過頭了 秀過頭了 包括那些寫妝 是因為這樣嗎 我先說 范老師或小萍 對於這個寶寶的評論 我是基於這個美色 但是我覺得那一番話 應該不把它撿到這裡面 基於公益 因為尤其是小萍 尤其是小萍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個柯文哲 他自己有一些盤算 事實上 他看到國民黨 要表示禮讓 柯文哲不是省油的燈 我要你一襲照尾幹什麼 要嘛大家就正式來談 但是他也知道說 這是釋出善意 要修補他們先前 在2024總統選舉 這個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的裂痕 同時也為未來鋪路 但是未來的立法院 民眾黨團巴西 他們的舉止動靜作為 一定是還是以柯文哲的意志 為依歸 不可能說是柯文哲 來寄生在這個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這巴西 都是以他黨主席 一直命令去 那就把你解職了 連兩年都沒得當 所以這個事情一定是 柯文哲在主導這件事情 那第二點 現在他們民眾黨內部在內鬥 柯文哲自己也曉得 但是柯文哲也任令這些事情來保守 為什麼像他寶寶的這件事情 柯文哲持不表態 持不做一個仲裁的原因 就是這件事讓他隱隱的一直發燒 那就會有聲量 像尤其又碰到小平 又喜歡談這個議題的 這個又會燒個不停 再加上范老師再配合的話 悶燒也是我 是啊 所以這個議題就會繼續燒 這個會讓他民眾黨有利 而民眾黨在未來 在政壇上他實際的影響力 非得靠這些聲量不可 為什麼 你光是講在立法院的表現好了 我們民進黨的表現 鐵定五十一席多數都會很好 國民黨再怎麼不計 他那五十二席 他也會有一定的 每三席有一席表現好的話 那也會有十七八席 他表現得很不錯 也贏過你那八席 即便你那八席 通通表現好的話 所以未來這個聲量上 在政治的表現上 除非民眾黨有很特殊的 突出的 像國民黨 話已經先講出來了 他先說 我要端出五十二項 這優先法案 他先聲奪人 那民眾黨呢 民眾黨任令 黃國昌出來搞那麼一招 一招的結果 是讓社會更看清楚說 糟糕你民眾黨 你還是在 那些人還是在胡鬧 所以這樣子的話 讓柯文哲更有理由 他更有那個權力來主導 民眾黨未來在立法院的表現 跟作為跟走向 OK 來賀珊 不要讓范老師他們聊寶寶 來你來聊 這裡面真的有所謂的 民眾黨甄嬛戰的 像這樣的一些內容 在這裡頭嗎 然後林國昌他們就跟你講 沒有啊 沒有什麼叫內訌這些東西啊 哎呀我跟你說 現在越 就媒體越寫越多嘛 那包括就是說 他那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為什麼會是在一樓嗎 那後來才發現 人家發現說 原本是在樓上 結果後來呢 大家都已經 攝影記者都排好了 然後大家記者都排好了 準備要等寶寶進來的時候 沒想到是陳之漢 陳媽致漢 你館長先進來 然後直接意思就是說 欸我們待會兒 有重要會議 已經被booking了 那你們不能在這裡 所以才被人家請到 就是樓下 那邊去開這個門口 然後上演的這一場 哭得淋花帶累了 對然後就帶媲美 就是古代那個 孟家女哭到長城 然後這一個 哭趴了 民眾黨的民調 你看是不是 那時候我就大膽預測 因為我覺得說 你不要說是男生愛於他的美色 連我們這樣 同樣是女評論員的 我覺得他其實是 裡面所有人裡面 最溫文儒雅的 雖然偶爾他還是會有一些 不同意見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我們會認為是凹 但是事實上 他其實私底下 是不會有那種怨言 然後也不太會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相對於其他的女戰狼們 其實寶寶是一個 相對來講是 可以討人的 然後而且 對不對 就要獎禮 而且甚至 也有人去講到說 你好像有不太 有 那天上禮拜 他是幫陳志然講話的 不是就是因為他 是基於私情 不不不不 就像衛生姐剛剛講到 溫文儒雅這件事情 柯文儒就非常的不爽 對啊 他認為他的人 就是要為他戰鬥 你在那邊跟這些名嘴 在那邊說 大家還相處得不錯 光這一點 你就有去觸怒不定的容虛了 這樣算通敵嗎這樣 這樣通敵 所以其實民眾黨裡面 有一群人看寶寶早就不爽 他們很喜歡在 柯文哲旁邊見殘言 那一群人是 以戰狼小姐就為首的嗎 戰狼小姐沒有 以外的那一群 你不要講 一周一定會告訴你 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是不是 最新的美女角電子報出來 他就是 我跟你講 他不只是負面聲量高達 超過50% 等於這兩個台灣人 裡面就有一個人是 討厭民眾的 他連好感度的部分 只有32% 33% 還低於就是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家會認為 整個結論 其實就一句話 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你如果有栽調 你去鬥民進黨 你就有栽調 你就鬥國民黨 結果你們是關起門 來鬥一個寶寶 然後鬥了寶寶 你說實在 大家都在社會上 工作這麼久 誰沒事會哭成這樣 那一定是有一些 就是自己心裡不太方便 說出來的 那你再加上 後面的那一些人 什麼我們支持你 我們真的那種 會讓人家看的 其實就是 真環轉那句話 矯情 那是什麼人矯情 我就不方便講 對 所以你就會讓人家覺得 大家就是說 這種看不下去 那看不下去 最重要一件原因就是說 還有 你就算以黨的長期發展性來講 就像是剛剛小平哥講的啊 就是中信劇 我們贏的啊 那為什麼我們贏的 你要給他 那很簡單嗎 因為這個很好選嘛 我們贏了嘛 所以你這個阿信 你去別的地方選嘛 我們贏的 我們要給我們第一美女 自己人去選 我聽說有四個已經在排隊 要選那一群 對啊 吳達偉 日久 民眾黨自己講 營業區現在有四人在排隊 要選 我們贏的啊 得三百多萬票 就提四個嘛 民眾黨 所以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會認為說 你們民眾黨不是 什麼理性透明 然後什麼科學務實 結果到最後 你上演的是 比國民黨還要腐敗的嘛 就是有關係就沒關係嘛 然後你有人敗 有人黨 你就什麼就橫著走嘛 那你寶寶這邊經營了那麼多年 結果了一場空 第二個蔡壁爐 被人家弄來弄去 那蔡壁爐是因為 人家年紀也大了 然後也是血跡詞 就沒有人幫他們講話 你們這些男人 這太過分了 然後寶寶呢 當然大家會幫他校區嘛 覺得這不應該這樣 但我會覺得其實寶寶 某一個程度上 他最近又出來了 聽說很多人叫他電話 然後他也有 江湖再見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是 I will be back 只是我會回來 我會回來 這是回來的時候 是譬如說 不缺席 那是披著民眾黨的戰袍嗎 披著國民黨的戰袍嗎 我覺得這就很有趣囉 但我認為啦 就是說 事實上 這個他們本來說 你說是甄嬛戰 但是你甄嬛戰 整個沒有延好的 沒有處理好結果 就是會修高料啦 所以這就是現在民眾黨的情況 就是民調煞灘 煞灘之外 我跟你講 你不要小看 柯P跌倒這件事情 你看那個出師不力 人家那種 那個拜登走個樓梯 從飛機上走下來 浪槍 就被人家講到說 你美國國力有問題 這個其實是這樣 人家會認為說 你現在就變成 腳麻煩沒辦法騎 你快騎了 然後結果 就根本就 可以代言徐立寧啦 那一類的 對 拜登走個樓梯 從飛機上走下來 浪槍 就被人家講到說 你美國國力有問題 這個其實是這樣 人家會認為說 你現在就變成 腳麻煩沒辦法騎了 你快騎了 然後結果 就根本就 可以代言徐立寧啦 那一類的 對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看喔 我跟你說 就我們那一種 跑集團出身的人 你怎麼 你看 幾乎他後面的那些幕僚 沒有人在關切柯文哲的動作 他後面撞到那個黃申申 黃申申還背對著他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說 你應該幕僚人員 在第一時間 他有點下來的時候 就要有人就扶他 不會讓人家 跌到整個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 那個人如果在衰 這個進步啊 所以民眾黨 鬥寶寶這件事情 以及荒鍋 常常在整個立法院 不如預期這件事情 可能會變成 壓倒民眾黨的 民調的最後一個倒場 OK 所以謝醫師 所以我善意的 這個建議柯文哲 因為他年紀也到了 以後一日雙塔 因為從北門塔城街開始 他就跟他騎個兩公里 就要散倒寺鄰谷塔 這也是雙塔 也是雙塔 兩公里半就到了 然後在散倒寺鄰谷塔 裡面跌倒 不好 不好 不要 不能這樣 對 你說這個 在當時造成一陣旋風 是真的 OK 那時候一日雙塔 北高啊什麼什麼這些 那現在當然 一群人走路遠 那未來還會有什麼 那些情形 好 那基於 因為每一天都有非常多 重要一些議題 今天寶寶的議題呢 那小萍已經講了 所以就不讓范老師討論 好不好 那每天范老師 我也不知道 我丟他任何問題 他講出來的 王世堅最奸詐 裝的不講 對 我最後還是講 我多問多范老師 因為為什麼 今天真的 國內來講的話 有很多一些勝貨 也會影響到 譬如說 金融市府 前後任市長勝貨 因為林祖昌 現在已經是內政部長 在中央 然後你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 幾乎等於是下令 讓國民黨 全力的包括 謝國良 這個 基隆這個地方 台中收入金融這個地方 那 朱委員講說 他感覺到民進黨 就是要全黨 去打這兩個地方 OK 可是光基隆的這個地方 現在看起來的話 世堅 是 那基隆市政府 直接掛了 掛了看板 直接說不是像你們 政府好 這今天的一個發展 基隆市政府掛看板 然後就直接講說 不 不是民進黨 政國會 你們講的 OK 那他就講說 包括每一年的 每一年的金額是多少 媒體回饋是多少 總共是多少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發展 那Net在登報 他直接登報道歉 道什麼歉 這個道歉的內容 你要仔細玩味一下 他說 公司與基隆市府民事糾紛 理應交由司法判定 造成社會紛擾 向基隆相親道歉 向台灣人民道歉 Net 世堅為什麼 我覺得Net這麼做是對的 事實上 這也凸顯出他現在 他自己認為的無辜跟無奈 事實上這件事情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其實兩邊前後任的基隆市政府 都有對的地方 堅持的地方 可是也有他們疏忽的地方 比方說這當初Net 是跟大日開發簽的這個合約 這並不是找基隆市政府 來三方合約的 所以這一個部分 以及這個建築物 是不是附屬建物 因為他沒有獨立的門戶的出入等等 這當然有法律上的爭議 那麼這就交由法院來裁決 可是我覺得基隆市政府 謝國良他不對的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用公帑 那麼以基隆市政府的名義 來刊登這樣子的 大型的刊版的廣告 那麼你是在訴求什麼 你向誰訴求 你就是市政府市長本人 你那麼多的政策說明 可以在你的市政會議 透過媒體的報導 以及現在你已經也 不是也提告進入訴訟了嗎 你這麼做 你只是針對 那個別這個私人的恩怨 就是因為說林宥昌 當時有講了一句說 你這個謝國良是不是吸毒 以後在那邊亂講話 那這一個部分的質疑 那麼他不高興 那做這樣的反擊 所以我覺得尤其扯上 民進黨的某個派系這樣子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不好 即便民進黨有派系 有政國會這樣的派系 那每個人各做各的 每個公職有他們自己的使命任務 自己的判斷等等 那更何況林宥昌 現在還是內政部長 你謝國良要透過任何的機會 甚至你到行政院會列席都可以 一照林宥昌把這些事情談得清楚 那麼你用這樣的刊登 刊版廣告的方式 我覺得這有一點未免 這個駕公即失 而且是公報失仇 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非常不可取 OK 小斌 周立倫是直接講的 希望國民黨包括藍營的委員 所有這些權力支持謝國良 周立倫其實在這一點上 就沒那麼精算 算很挺謝國良 他講所謂黨籍市長就是講謝國良 事件沒發生什麼事 事件沒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朱主席的命令我們會執行 我是黨籍的市議員 所以我在你的節目提一個建議 中間剛剛事件講的 恩恩恩恩恩試試費 有一點小複雜 又是一大房東二房東等等 就一件事是真理 就是絕對不可以罷免成案 罷免成案其實是一如反掌 是啊 成案很容易 32萬公民 3200人就 剛剛3200人送出去就是一個新聞 而且會佔據所有的版面 那再來就是10% 就3.2萬 移民進黨的力量去發動 尤其內政部長也是在那邊出身的 前任市長 對 例如 你今天 32000人不是男士吧 今天罷 就很容易啊 聯署很容易 可投票不是那麼容易 那投票是另外一回事 25%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要7萬票 就等於是這次賴靖德得的票 對 差不多 那如果社會風格弄得不好的話 那多 甚至一些淺藍 甚至白 無所謂的中間選民 投票是這樣子一定有 綠的不會全部出來投 大部分出來的時候 在東搭西搭加一點 就會達到那7萬多 那大概投票的模式 跟那個顏色的漸層 還是這樣看這個政治 所以簡單講 只要聯署成案的話 就一半可能被罷免掉 你信不信 你我的政治經驗判斷 所以不能讓他成案 因為如果讓他成案的話 就你要把他化解掉 你看侯友榮本來也要罷免他 回來帶個工程帽 就算了嘛 我講過台灣的心是很溫暖的嘛 就一定要對抗到底 那會出大亂子 所以 誰會亂 出大亂子 對誰比較不利 因為如果你講罷免會成 搞不好綠營的人 聽完你講這話 就覺得那好啊 那他們就真的往下幹 對嘛 今天又有高嘉瑜出來 天彩火嘛 高嘉瑜說 我有三個選項嘛 一個選台北市長 以後可能選 南港內湖的議員 這兩個對他沒有樂趣了 他現在樂趣是基隆 他很會作秀嘛 很厲害 我不曉得王思念有沒有教他 反正他很厲害 對 然後 他就再回到他老家 可不可以見他那個 他那個叔叔 他爸爸的弟弟還哥哥 開的那個 舊的棉被店 他賣 棉被是新的 那個店面很舊 那再 那 碰到一個有太陽天 就把他那個 流很多口水黃黃 那個枕頭拿出來秀 會勾起回憶 就是 這是我去而故我在 他是基隆女兒嗎 是 那今天 今天 先不談高價 高價加溫的狀態中 民進黨 有人選出來 那罷免簽起來 那就不一樣 好不好 我現在都講政治的技術 那今天 成案的話 只有兩個結果 各50% 罷免掉 跟沒罷免掉 罷免掉不要講 那簡直是 萬念俱灰 就垮了 那沒罷免掉 那有一個人被成案 差的 驚險差兩千票沒過 他怎麼連任 你們有沒有想過 政治分析 所以 今天的恩恩怨 所以他要放軟 你說謝國良要放軟 放軟要學會 不能讓他罷免 不要拿打球 拿這樣衝撞 這樣弄 一定會成 那就 那個後果是不堪設想 我的看法這樣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倒覺得謝國良 就是希望這件事情 把他鬧大 因為他才有脫身的機會 鬧成罷免 對 因為罷免以後大家想 當然你說謝國良 現在表現不佳 這是事實 但是光以這一次 立委的得票 我們就以最近 這一次的選舉來講 基隆市是國民黨 林佩祥當選 他拿了九萬多票 那民進黨 鄭文廷拿了六萬九千票 兩個人差了兩萬兩千票 也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格局來講 基本上是藍大於率 現在的這個格局 所以 如果你把它弄成是 罷免對決的話 我覺得我認為 對謝國良是有利 可以讓他脫身 現在回覆到藍綠對決的話 那你最後國民黨 大家就知道 反正就是用到這個方式 因為重點是謝國良 他做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是不是 今天那個道歉 雷德道歉不是已經講了嗎 他說我們道歉 讓這個民事的糾紛回去 所以我跟台灣人道歉 他特別強調民事糾紛 也就是說 這個案子就是民事糾紛 那你民事糾紛就是 由法院來做 那法院最後判決出來 如果誰贏誰出 由法院來做就算 今天謝國良千不該萬不該 就是他在2月1號的凌晨那一攤 破門而入 到繞了一堆警察 我今天聽到一個消息 我不知道基隆市政府 要不要證實 在1月31號的晚上6點跟10點 在市政府有一場 有兩場東岸的這個勤前會議 出席的人除了市長謝國良以外 基隆市的交通處長 基隆市的市警局主秘 基隆市的第一分局分局長 以及基隆市府的發言人都在場 兩場 在2月1號凌晨要攻堅 你開了兩場勤前會議 市府的這個團隊 那我問你 這不就是你們主導的嗎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信用政府來證實 有沒有這回事 今天有善信人士提供說 他這兩場會議的出席人數 人家都講出來了 那你是怎麼可以講 是不是有市長這一群人 你們是不是開了兩場勤前會議 又不是歹徒在攻堅 市長我們聽起來不就是 攻堅才有這種市場開勤前會議 然後大家等一下凌晨要破門 你今天不要看我 看對面攻堅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如果暫時是真的 我現在大家 我看你推基隆市政府是否認 人家已經有內幕出來講 那就表示說 你根本行政完全不中立 這是一個司法民事糾紛 是歸司法 結果你市長 又嚇著你旗下這些交通處長 跟警察局長 然後你去破門攻堅 請問你 我跟你講光這一點 他就站不住腳 所以你看後來 國良他今天不是禮拜五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他在基隆開一個重要的記者會 然後所有的記者 台北記者都跑到基隆去 然後他就是跟所有的基隆 那個自己 他說我沒有吸毒 你又讓你24小時要出來道歉 不然我就告你 然後這個我結束以後 記者問他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問他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憲國良說我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個已經慌了手腳 就是說他這件事情 他已經沒辦法去 那更不用講後面那些人家說 為什麼你的案子 你東岸停車長 跟那個人愛地下停車長 都是標20年加10年 然後9個評審委員都一樣 所以這裡面是後續的 可是我光第一時間 那個2月1號那個破門那件事情 你就站不住 所以現在危險就是說 所以對憲國良講 一個最好的脫身 他旁邊的車子也跟他講 就是罷免 因為罷免以後藍綠對決 那大家就會忘記 這裡面的這些 行政不中立這些司法糾紛 就回到最基本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家要小心 不要讓憲國良在這一塊 最後他們用這個方式 讓他順利脫身 地方父母官是絕對不鬧事的 當家不鬧事 當家不鬧事 你是執政者 你怎麼 你現在放下來去對幹 李佑昌是不要選票的 你是會被罷免 你是票選出來 跟票罷免掉 這個基本的ABC 跟選罷法大家 你有沒有私下 跟你們島裡面的人講說 大家這個概念 要不要溝通一下 這個時候 你今天你是明別人在暗 而且Net這個根本就是個陽謀 好不好 其實Net為什麼這樣弄 這個是道歉嗎 絕對不是 那不是以後你看 你被你欺負拒鐵門的人 對錯我都不談了 搞不清楚了 然後 而市政府 今天我給他建議 在你節目 一開始都不要這樣亂搞 什麼心毒啊 他就直接去拜訪講完 講完 講完才能救他 為什麼 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Net也是搞到 講完 不是拒鐵門 而是告 那就告吧 解套了 你為什麼不選擇這樣子做 而選擇幹到底 好 幹到底我講過 連署 誰在座 沒有一個人 不相信連署罷免的 連署會成案 對吧 3萬2是什麼數字嗎 一定成嘛 成了以後 我根本 我無法想像成了以後 然後 他今天成了以後 是不是想把你罷免掉 當然 那今天就是 上窮必落下黃泉 你有這個案子 停車廠在追 所有的這種 違約案子 都跟X光去造你基隆 一個一個翻出來 不管有沒有B案 可以弄幾十個案子 一天一天開記者 連開30天記者會 OK 會不會被罷掉 好 那就告吧 解套了 你為什麼不選擇 這樣子做 而選擇幹到底 好 幹到底我講過 連署 誰在座 沒有一個人 不相信連署罷免的 連署會成案 對吧 3萬2是什麼數字嗎 一定成嘛 成了以後 我根本 我無法想像成了以後 然後 他今天成了以後 他想把你罷免掉 當然 那今天 今天就是 上窮必落下黃泉 你有這個案子 停車廠在追 所有的這種違約案子 都跟X光去造你基隆 一個一個翻出來 不管有沒有B案 可以弄幾十個案子 一天一天開記者 連開30天記者會 OK 會不會被罷掉 但有一點 因為剛才 一中直接講了那個31號 有沒有那兩場的 就是所謂那一部分 好不好 這跟國外那個電影 拍的電影一樣 電機前面所有的觀眾朋友 都是陪診院 剛才那一段 在沒有經過正式以前 你可以先把它 從印象中拿掉 但是這一段 我覺得金融市政府 可以出來講 到底有或沒有 沒有大聲的駁斥 告訴大家說 沒有那樣一回事 如果有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有情情教育 就是剛才一通口中 只有攻堅的時候 需要先做這些 到底有沒有這一場 OK 可是小萍剛剛講的是 當家不到事 如果在地方父母觀的話 基本上像這種東西 只會不斷的 被累積下來 可是范老師為什麼 那天還要開 記者會重大宣佈 然後出來就 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沒有吸毒 他沒有什麼這些 林漁長你給我道歉 算時間 一定要今天要告 今天一定就要告 對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在前一天 在某週日節目 我認為說 謝國良應該就會告 告這個林漁長 為什麼 當然他是質疑 但是對於一個父母觀來講 被人家質疑 有沒有吸毒 有沒有嗑藥 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你不是父母觀之外 你是我們基隆國小 國中第一名畢業 什麼講 市長講 你是有一個道德的一個 象徵的意涵嘛 結果他就說 隔天他就說要去告 可是他目前為止也沒告啊 到底你說要告是說假的嗎 那我會覺得說 現在啊 剛剛講過 其實內特之前 他們登報 他是說 謝國良應該為 2月1號凌晨的強盜行為 向台灣人民道歉 對不對 謝國良沒道歉 然後現在內特說 我們 向造成社會的紛擾 向基隆相親 跟台灣人民道歉 表示什麼 我內特先道歉 可是你謝國良 到今天為止 死不道歉 這在凸顯 我覺得這不是內特示弱 而是內特要展現說 我跟你謝國良 是不同高度的 我為了這個分擾 我向台灣人民道歉 可是你謝國良 你今天 帶警察 衝進我們內特的 你到現在 沒有任何的這種歉意 這高下地派吧 好 那再來說 現在你剛剛說 事情越來越多了 就變成說 訴譽禁和封布紙 剛剛說講說 1月31號有兩場刑前 刑前會議 沒辦法證實 沒辦法證實 然後問題是 那一天 這個謝國良是請假喔 他不是請假嗎 是由副市長決心 那你請假 決心的那個公文是 不是那一天的公文 但他那天也請假 他是前面一點的 他那天也請假 就是說 他就要跟那個行為 保持距離 好 那如果 你請假 你又真的出現在 刑前會議 那就事情大條 你明明是 你怎麼又成家會議呢 好 那現在又很多 其他東西又弄出來了 包含像什麼 然後他那個案子 就是東岸的這個商場的案子 有六個外省委員 其中有四個都是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的教授 大家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跟河海沒關係 這跟經營有關吧 為什麼跟河海工程 如果是跟工程有關 那或許 為什麼同樣會在這個系裡面 而且我們通常 然後由市長來勾選 那為什麼勾選得這麼集中 所以就變成這些東西又出來 今天又出來一個是 一個叫做警專的一個教授 叫做賴明洪 說他在那個交通 基隆市政府交通處 幾乎這樣 所有的案子 對有他 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中籤率這麼高 比中樂透還厲害 這個人要繼續去 籤樂透才對 就是說這些零零種種的事情 那這樣就是說 你現在基隆市政府 竟然你看那個大廣告 說微風他的年租金 不是民進黨 正國會所講的一千五百萬 是四千八百五十五萬 你看那個正大的廣告 他會覺得說 你不想讓這個事情息事 你在鬧 你自己再把這個事情 再把它不斷的再擴大 而且他就登在 他就登這個廣告 那麼大的看板 就登在這個 東岸商場的附近 這很顯眼的地方 問題是 大家又問了說 為什麼你會為了微風 做正大的廣告 你基隆市政府 應該正在客觀中立立場 怎麼會怎麼跳出來 而且你講的東西 大家也質疑說 什麼叫做媒體通路回饋 大家想說 那一千九百二十萬 是到底什麼錢 你明明就是微風要做的是商場 跟媒體什麼關係 那大家說呢 你這個廣告是不是就是 一千九百二十萬裡面 拿出來的 是微風提供的嗎 然後你講的 四千八百五十萬年租金 也被人家打臉嘛 因為他是把 一千五的固定權利金 加上兩千二的變動權利金 再加上一千一百五十五的停車費 所以全部放在變成四千八百五十五萬 問題是浮動的要兩千兩百萬 大家現在覺得說不可能 為什麼要12億 要12億 要收入12億 那大家看到 微風在台北車站的 那個一年只收26億 問題是那個微風在台北 是在車站上面 你現在這個商場 你車站走路要走15分鐘 你憑什麼告訴我 你可以收到的是12億 因為我們知道 台北車站 一年的是四千萬人潮 基隆車站只有四百萬 所以大家怎麼算 都覺得不合理 而且Net過去做一年最多 只有六億 所以大家會說 你的那個所謂的兩千兩百億的 浮動的所謂的 兩千兩百萬吧 兩千兩百萬 兩千兩百億 那真的就 那我幫我們基隆說謝謝 發大財 基隆發大財 那個是海市盛樓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人 就被大家發揮說 謝國良 你真的感覺用了工器 去幫自己的市政府 幫微風再做澄清 似乎是不太妥當 會這樣一分鐘問一下 那個1900萬 那個什麼網路 媒體語情什麼的 對 他現在講的大家都有點兜不龍 一開始他拿出的那個上面是寫 年 一年 然後一千九百二十萬 所以人家才會說 嚇死人一年一千九百二十萬 那很多 那你到底是拿來做你的什麼的 結果後來他們發言人就出來說 不是那不是一年 是二十年 那算下來不到一百萬 然後就開始說什麼 林右昌時代人家也有這樣變烈 可是後來人家就覺得說 那不對那你這樣不是發言人 打臉你自己的市長嗎 結果他說沒有這是兩回事 到底 所以這整件事情 從頭到尾好像講不清楚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情 只有簡單一句話 就是你謝國良 你是用所謂 你處理的方式就不對 就是說他如果是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民意 而且你是大家長 你不可能用公權力去執行 一個民意的 還沒有訴訟出來結果的案件 所以人家會認為 你就是已經拿著公權力 然後再不能講說搶搶民間的資產 但是顯然那個對等 另一位是不對的 可是我也覺得 不尋常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會發現 net在這件事情上 他也是還蠻強烈 在反擊的 蠻強硬的 對也蠻強硬在反擊 像現在甚至是要求 直接基隆市政府出來道歉 那這也跟我一般 遇到的一些 一般說民不與關注 對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net 不是只有在基隆市 你全台灣各地方都有 那台北也有 那通常不與關注 早餐這兩個人 可能都吃槓子頭 這不與關注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東西 如果你查下去的話 其實也沒有幾家企業 真的經得起 這麼認真在查 所以為什麼現在講到說 如果曾起事件 已經從所謂的民進的訴訟 民視訴訟案件 變成是政治事件 我相信國民黨 也不一定會放過你 OK 人家部長 其實你看net的那個聲明 他真的不是在為自己道歉 因為他前面講的那個 就是應該交由司法來判定 人俊講那個重點 他的話的重點 你要畫這一句 你應交由司法判定 意思就是沒有法院的判決 然後接下來執行以前 你不應該動任何事 這句話的重點 就這幾個詞 他們有真的要去講 其他什麼道不道歉 所以他其實這樣的 還是基隆市政 他還在講2月1號那件事 是啦 但老實講 就是說因為他兩兆的對象 其實不一樣 一個是net對市府 一個是市府對維蜂 那你看整起後面 其實事件糾纏 是在市府對維蜂的這一段 那net他沒有需要 去跟另外一個民間場 因為兩個中間 卡了一個是政府 但我講一個就是說 因為剛剛提到說 國民黨說 我要那個力挺執政的縣市 我覺得這真的自己要想清楚 小平也是台北市議員 如果以今天這個案子 不管你是OT 或是類ROT的方式 你今天大家在權力金的部分 可以各自做解讀 我不知道如果在台北市政府這樣搞 柯文哲當市長 或誰誰誰當市長 我不知道就小平的標準 能不能讓這種東西過 這個很明顯 第二個你剛剛講說 媒體通路回饋 我用謝國良的話好不好 因為這個大家各自解讀 他根本不是現金 按照謝國良的說法 我給各位看 這是謝國良當時 接受訪問的時候 一直在解釋 他說第三項收入 這包土地 第四項是媒體通路回饋 等同市價的1920萬 後面還補了一句 也許大家對通路媒體回饋金的 計算方法有些不同 但是前面加起來 還有多少錢這樣 就我了解 他的狀況應該是這樣 他不是用錢來算 他等於類似是說 我這個商場 這個地方 我等於是提供 歷事項提供一個扛棒 你換算成市價是多少錢 微豐男孩 微豐男市長 就是說他的 就是才會有這種叫做 媒體通路回饋等同市價 後面還講說算吧 因為開始有人講 我也知道 排價是這樣 你告訴我 你一個月要50萬 結果你真的來講 搞不好30萬就租給你 這價差怎麼算 所以我現在用掉 謝國良的原文 不好意思喔 這是媒體講的 他用所謂的等同的方式 所以他看起來 不是一個實質的金額 但是現在你在這邊 又掛一個勘辦 要死 所以我就講嘛 如果今天國民黨 就覺得說 我們今天黨籍是 那我們就問啊 如果同樣發生在台北市 台北我不要問小平 因為這樣會尷尬嘛 那你的議員 能不能讓他過 OK 因為這個是有明定 我們在法律上面的 招標任何一個金額 那個是每個都有寫清楚 那謝國良 你看現在市府現在講說 你看喔 你那個變動權利金是領 那個變動權利金 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要看照你營運的是多少 那個用趴數來算 沒有人寫實質金額嘛 但是現在西隆市府 去把金額算進來說 我這樣算算算我可以算 那你還預估收益耶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件事情 是不是還會延下燃燒 不知道小平剛才的建議 金額市府有沒有聽到 因為同黨的 我想小平大概也會 透過黨內的機制 講完也會幫他 對 因為再來接下來 看起來如果真的燒成 政治事件 社會有沒有罷免而發起 會不會出現一種獎的 這反而會出現藍綠對決 會變成另外一塊 可是小平那個邏輯 一開始就是當家不道師 就把事情儘快 儘快讓他降溫 好 未來會怎麼樣 可是除了這件事以外 但是小平 金門這件事情 老共現在越講越大聲了 他生活直接 上次他已經派人登船 檢查我們的船 現在他講說 除了講常態話 而且他派的船裡面 有比較偏大型的咯 他現在要在金門水域旁邊 就開始實施這樣一些檢查咯 那我們現在未來 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覺得很失望 幾個黨做的事情 第一個共產黨長期蠻恨的 就是他是死了兩個人 他比較有理嘛 就被抓到把柄 那第二個 民進黨像管碧玲說 就所有的大家的評論說 摧毀海巡的士氣 到底是符合誰的力 後來又拿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問的是 海巡是末梢 我們要問的是 國軍在哪裡 就是他那個時候 上登船檢查 我們那個類似遊艇那樣 然後沒有 不敢抗議 那國防部長就說 你就問國防部長 他說我們不會介入 你知道嗎 那第二個又說 你要問他你會不會擔心 他說我如果 不擔心你就要擔心 你就要擔心 你不是耍嘴皮子好不好 你是國防部長 你想要幹嘛 你520你要走了我知道 做到519 這種大事搞很多次 那到底我們的國格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未來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覺得很失望 幾個黨做的事情 第一個共產黨長期蠻橫的 就是他是死了兩個人 他比較有理嘛 就被抓到把柄 那第二個民進黨 像管碧玲說 就所有的大家的評論 說摧毀海巡的士氣 到底是符合誰的力 後來又拿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問的是 因為海巡是末梢 我們要問的是 國軍在哪裡 就是他那個時候 上登船檢查 我們那個類似遊艇那樣 然後沒有 不敢抗議 那國防部長就說 你就問國防部長 他說我們不會介入 你知道嗎 那第二個又說 你要問他你會不會擔心 他說我如果 我如果不擔心 你就要擔心 你不是耍嘴皮子好不好 你是國防部長 你講他幹嘛 你520你要走了 我知道 做到519 這種大事搞很多次 那到底我們的國格在哪裡 我們也 我也不是相怨到說 為了國格而向神風科東隊 就幹就幹 不是 國格 基本的支援保住 兩岸能夠和平 總有平衡點 不然我找你民進黨做總統幹嘛 做國防部長幹嘛 所以每個黨 然後本黨有些人說 小心喔 小勢 都是引起世界大戰等等等等 我同意這段 小勢會引起世界大戰 可是 你不引起世界大戰 那個百分比我不知道 至少現在的國格在哪裡 不能因為 因為怕打仗了 老共這次被他找到把柄 但我們也有理虧 包含錄影帶什麼 三個小時 三十分鐘 不見什麼 真相都沒有耶 我只在乎 兩岸和平 真相要有 然後呢 然後 要維護中華民國的國格 這三個才是要害 你今天 管逼林 講這話 幹嘛 你這樣子還可以做那個 海洋那個主委嗎 就大家荒腔走板 然後 國防部長講X話 那國家主權沒有辦法勝章 老共虎視擔擔 找到理由 更好像 那個士兵失蹤 或反正 一堆理由 對 碗瓶線那個爐垢 真正的核心 沒有人敢觸碰 核心是什麼 核心我講過啊 真相啊 三十分鐘 錄影帶交出 我都不談你什麼 沒裝那個攝影機 都過了沒裝就沒裝 真相 人也要拼湊出來 各種沒有攝影機 有其他證據 要拼湊出來嘛 真相 那第二個 那你就讓人家檢查 就算了 那二十二十個人 回去會不會做噩夢 你中華民國 就讓老共這樣檢查 登船這樣檢查 大家忘了這個事啊 可以這樣忘掉嗎 這個很重要吧 然後大家 大家就這樣 把這個事情混過去 那最後 你開始就是裝糊塗 整個政府 老共有放過你嗎 沒有耶 更大的船來了 總要做得像個樣子的政府出來吧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OK 來 謝謝 事實上我們民進黨的政府 一直在維護 我們自己的國安防線 其實我們國安防線 透過這件事情 讓我們更加看清楚說 我們國家的國安防線 不能夠這麼脆弱 也就是說 過去對兩岸 中共跟我們這一邊 其實針對這一些 三無的這些黑船 事實上是兩岸共打的 在中共那一方 甚至更嚴格 他們是逮捕扣船 他們是用重罪去懲戒這些人 他們也鼓勵這麼做 結果這樣子的三無船隻 來到我們這邊 他沒有傳名 也沒有傳港籍的登記 沒有傳播登記等等 這種黑船 我們當然要設法來做處理 那這八年來 小英總統的處理 我覺得很符合 我們國家要走的路 怎麼講呢 這八年我們的處理 跟馬英九那八年不一樣 因為謝醫師 因為這些黑船 不管再怎麼說 他們是非武裝人員 非武裝人員 在民進黨執政的 現在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以人道的方式 來做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警示 然後驅離 我們都驅離 所以你看得到這八年來 這八年來民進黨的執政 我們扣船或者逮捕的 大概加起來才一百收 那在過去馬英九的時代 那八年總共扣船了三千多收 結果馬英九那時候 當然他可能有別的用意 用這樣扣船跟中共做談判交涉 這說不定 但是我們民進黨這個做法 不但保持了我們台灣的尊嚴 國格 而且我們用人道的方式把你驅離 那只是說這一次驅離 真的讓我們很難過的是說 連一點客觀的事實證據 都沒有留下來 這當然也談到說預算問題 原來竟然海巡署 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來購置每個人的密錄器的設備 我認為不管怎樣的缺失 事實上中共現在也有所節制 中共一開始火大故意讓那些船部 他們來登船 來造成我們的這種困擾 但是事實上 他們現在也有所節制 我們比較難過的是 我們國內有部分的這些公職 隨著這個中共那邊在起舞 亂刮罩一番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我們即便我們台灣 我們這邊有錯的話 事實上這透過兩岸之間 這樣子的協調 現在人家受害家屬 他們也慢慢把氣焰放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最後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藉由這個事件 是不是我們台灣 不管在海巡署在海洋會 我們都應該建立一套標準的機制 也就是說以後未來 遇到這樣三無的黑船 來犯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樣的警示 怎麼樣的驅離 那進一步不得已的時候 該要扣傳的時候 我們都要有標準的程序來依循 事先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要去訪問中共大陸 那過程當中 你覺得在這個時候去訪問 時間點你覺得會不會很敏感 我覺得國民黨一定都挑這個時候 挑這個時候說 當民進黨有哪一些不對 瑕疵的時候 他就故意 這個我覺得這是在傷口上撒鹽 當然他是說我是去幫忙 我去幫忙化解 但是大家可以冷靜想 在夏立妍還沒有成行之前 其實中共他們就有 開始在壓制他們自己的 在降溫 在收斂他們那樣先前的 那樣子的火爆 但是這些都跟夏立妍 是不是去訪問其實無關 我倒是希望夏立妍去那邊 能夠維護好我們該有的尊嚴 現在不該你們執政 不該你們講話的時候 你們就做民間的溝通協商就好 那小美 原來中華民國的尊嚴靠夏立妍 不是靠蔡英文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呢 這基於人道各方面 不管去好或不好 總是我們還有談的管道 那民進黨是沒有談的管道 就是整個發展就是 叫做親美不媚美 反共不反中嘛 我講了很多年 就是 當然基調還是民主反共 中華民國所有的 誰執政的基調 可是總有一些變化 總有一些談判 總有各種因素 這就是政治嘛 兩岸的複雜程度 然後你就是一昧的 就是仇宗妹美 一個一點折中案都沒有 這就是民進黨選舉會贏 可是兩岸也危險的大的概念 來慧珍最後兩分鐘請問一下 第一個 基本上這件事情 會不會越遠越熱 對整個兩岸關係 因為大家會在乎兩岸關係 其實是非常廣泛的一個角度 包括美中角力 可能都在這裡 要不然老美不會三大機構 全部都跳出來講話了 那這件事情在往下發展 要怎麼樣解決這些 但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像大家講台積電雄奔場 那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一個速度 反正他已經開幕 然後所有你看到 包括張忠摩他們都去了 所有這些 所以台積電雄奔場的開幕 對包括日本未來的半導體來講 都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是啊 第一個就關於金門這件事情 其實我倒認為 就是說從這件事情 我看到一件 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政府 沒有做好準備 假漁船真民兵的 假漁民真民兵的這種事件 我不是說這一起事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起事件 你又沒有相關的一個 錄影的畫面 然後你就金門地檢署訪問完之後 然後做完筆錄之後 你就讓他回去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他說 沒有啊 我是漁民啊 什麼的 如果假設他真的是假漁民呢 假設他真的是那個真民兵呢 假設他就是來這邊群姓滋事呢 假設他就是 比照在南海相關的事件 來對你台灣進行壓力測試呢 結果你還是把它推給第一線 金門地檢署 然後人就放回去 為什麼整件事情 越遠越烈 因為你人放回去之後 他馬上改口夠 對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有點疑惑是說 現在是一艘船 如果來了十艘船 如果來了一百艘船 都是同樣的事件 我們台灣這個政府 也沒有做好準備 還是事實上 你把它放回去 已經把整件事情定掉 它就是一個漁權的問題 不是上級到所謂的一個 國權的一個相關的 國家主權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這個相關單位入委會 可能要去你的SOP 不是只有漁權 很多可能是真的是 假漁民真民兵 然後來弄你的國家主權問題 那你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第二個關於日本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 開始在講到一個 這個黑船來了 真的是 意思黑船就是 比照當年18世紀 189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 什麼日本 扣關的美國黑船 對 扣關的事件 所以這代表什麼 一個大巨變即將要展開 那所謂的一個大巨變 即將要展開 是很清楚一件事情 現在連中國 已經有媒體在討論 會不會經由這一次台積電 真的在日本 而且你要知道 日本給補助台積電 是1.2兆日元 第一場跟第二場 然後本來以為 以為三年才會蓋了 沒想到一年半 就已經蓋好了 那主要為什麼 第一個原因 日本政府極力的 就是全力補助 然後而且全力的支持 第二件事情 日本人有乾淨 新鮮的費 24小時輪班制 然後他們也是使命必達 所以就是全部的權力都掉來了 第三件事情 事實上 他們也認為說 臺灣跟日本進行這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Sony 就是Sony的相關組件 然後他們 台積電把Sony找進來 變成它是在地一個企業 合作夥伴 所以把它排除很多的障礙 那他們也從這裡 研判當中 當臺灣跟日本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 在科技產業 是不是就會形成 美國 臺灣 日本 韓國 變成是一個科技的防禦鏈 而在這防禦鏈裡面 其實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可能會越來越視為 未來越淡 所以中國已經開始在討論 這個部分的一個發展 OK 再為了來講 當台積電的熟悶場已經落 然後接下來呢 包括二場要開始再弄 會不會出現 剛才會說的那個 不只是一個 我們講第一島鏈的防禦鏈 它甚或是科技 變成護國神山島鏈群 OK 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嗎 好 那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今天的事情 到底該怎麼樣去解決落幕 兩岸之間的問題 要不要再省私 如果再碰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辦 對國內政策來講的話 三黨之間在未來 包括這個禮拜 在二十九號的時候 招委選舉 會是什麼結果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學妹妹們我們明天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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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